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来到卓游姐们 今天我们介绍KU's Speed Cups 快手碟杯 这个游戏玩法又简单又刺激 游戏开始的时候 每个玩家会得到一套五种又五种颜色的杯 接着会打开卡牌 如果卡牌好像左手边 图案是垂直叠高的 玩家就要根据图案颜色的次序 将你的杯叠高 如果好像右手边 卡牌的图案是打横的 玩家就要将你的杯 根据图案打横的 将颜色排好次序 玩家砌完之后 就可以检查一下自己是否正确 平时我们有盒棋 有个丁丁 我们就可以逗快拍丁丁 但现在没有我们就可以逗快举手 又或者在网上跟同学一起玩的时候 可以逗快在聊天室那里示意 最快又正确的玩家就会得到一分 最后拿得最高分的玩家就为之胜出 同学者又可能会问 我们都没有Speed Cups 这副棋 都没有颜色杯 那我们怎么玩呢 其实我们可以在家自己做的 首先我们预备五个纸杯 然后预备五支 分别是红、黄、蓝、绿、黑的颜色笔 然后将这五支纸杯的杯口 分别涂上这五种颜色 当然同学都可以画上自己喜爱的图案 装饰你们的纸杯 你们准备好了你们的纸杯 没有?准备好的话 我们一起试玩吧 Level 1 比较简单 我们试试打横的图案 试完打横的图案 不如现在试试打直的图案 大家都应该热身 我们可以进入Level 2 Level 2我们会有时打滑 有时会打直的 想挑战难度的玩家 就要玩Level 3 Level 3 打横打直 会同时出现在同一张卡 大家都挑战了很多卡牌 是不是很好玩呢? 接下来我会介绍一些很特别的卡 这些卡的左下角都有国旗和英文名 其实这些是来自世界各地玩家自己 亲手创作的卡牌 挑战了这么多卡牌 又欣赏了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玩家的不同设计 你是不是也有自己设计的意念呢? 同学快点拿起你们的画笔 画下你们的创作 写下你们的名字 留意出有天地 我们会收集你们的创作 有机会的话会用你们的卡牌一起玩 让多些人欣赏到你们的创作 大家一起快点来创作吧! 大家继续留意卓游者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和按小铃 下次再见